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請教在針對End Stage 或是特別衰落的長輩 那是不是也能夠幫商簽嗎 有 因為像我們這裡有安寧照護 所以在安寧照護的 我們也會放 就是也會有放它的那個建設器 那我們曾經在 我們在上個月的時候就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我們從商戶系形態改變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大概就是在臨終的最後一個精段 所以我們就通知了家屬 他就跟他佈置在一個單人的房間 那就是請家屬來 那我也跟家屬講 我不知道他這個會持續多久時間 那我們就讓家屬有足夠的時間 跟我們的住女跟阿伯呢 就是有足夠的時間跟他說話 道謝道愛 然後呢跟他道別 那最後家屬陪伴了一個禮拜 所以最後就是生死兩相愛 家屬是非常的感謝 那所以這個也是 因為這個平常可能我們沒有辦法 24小時 站在他床邊去看他的護膚型 他有一種反應 可是呢 因為在這個為師的監測裡面 我們就知道說 他已經那個程式式呼吸已經開始出現了 那我們就通知家屬 大概就是最後的這個階段 至於這個階段會多久時間 那這個我們不是省了 我也沒辦法 可是我們即時的通知了家屬 所以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 就是最後把想講的話都講掉 所以呢 在這段時間 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阿伯還有回光板照 還叫出他太太的名字 然後跟著他太太 兒子還有他的妹女一起念佛 然後最後走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peaceful 那請問一下這段時間 您的使用經驗 您會願意推薦這樣的產品 給其他有需要的機構使用嗎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推廣的 假如說 就我們自己在用這個的經驗 我們覺得是非常的有幫助 了解了解 謝謝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